今年全年的天氣展望 預計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的熱帶氣潮數目 將會是4至7個接近正常 風季開始的時間是6月或以後 風季結束的時間是10月或是之前 溫度來說由於受到全球暖化的趨勢 所以基本上平均氣溫應該屬於偏高 也有機會去到前十位的水平 雨量將會是正常至偏少 暴雨依然會出現 我們會加強一個酷季天力警告 將會加多一級 就是所謂的極端酷季的情況 提示公眾需要注意 極端酷季的情況對於健康方面的影響